县长林明增在公务处长陈锡吴 县议员许苏霞 以及初乡村长林如松的陪同之下 前往陆古乡初乡村会看多处农路 其中初乡段道路、土石路面 以及枪子辽的道路路基掏空 影响行人与行车的安全 县长指示公务处尽速处理 让民众出入农产运输更加安全 走在黄土高坡上 这里不是黄土高原 而是陆古乡的初乡村农路 由于是土石路面 只要一下雨 路面积水泥令影响通行 在另一边的枪载辽路段 则是多年来受到雨水冲刷 陆基被侵蚀掏空 农民出入以及农产运输 增添了许多危险 看到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严重 尤其掏空非常严重 然后这些农路 它的铺设也没有那么完善 所以县长真的是苦民所苦 他今天带领我们的一个团队 来到县场 他觉得说有些必要的一些设施 绝对要把它完成 让我们农民出入 还是一些农特产品 它运输上面 一个更完善的这些安全的一个道路 在初乡村长林卢松 以及县议员许树霞 与公务处同仁陪同下 县长黎明珍前南路股初乡村会刊 针对土石路面影响用路人通行 陆基掏空可能造成更大的危险 县长相当重视 只是相关人员紧速处理 让居民出入更加安全 农产运输更加便利 今天来到这些市场来看 这些市场有很多必要要做 所以 每个的经费将近 190万 我相信这些做起来 我们这些交通就安全了 我们北断的农民有需要 我们就要先来给他们试试 要先做好 让他们通路还可以更好走 农山要买运输也更方便 这几点 我们有在金湾尿床的 火花龙路 还有那个 那个头空的路面 我们管长来到山顶 用走去山顶 这是非常辛苦 我们管长也当中 可以带人已经配准 我相信我们的村民要运动 山里的运动都要运动 都在做路面改善后 将近这些是对佩生一种的补充 在这里我们在乡亲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县长 他对于农民的这些需求感到说 真的他一个必要性 所以今天送下 拜托我们的公务处 还有我们的所有团队来到县长 尤其有县长他的一个支持 我相信在不久的一个将来 可以把我们这个在地的这些 套工的路面 还是一些该设施的这些道路 赶快把它做个完善 针对县民的需求 县府一定全力以赴 虽然财政不宽裕 但一样将民众的需求 排在第一位 出乡段道路土石路面 县长指示动用经费 铺设水泥路面 让民众出路更加方便 枪载辽农路 这是将动用187万元的经费 施作挡土墙以及护栏 让道路更加安全 让农产运输更加便利